你在生活中一定见到过这样假面感很强的脸 为什么有的人整形完之后飞升上线 有的人却怎么看怎么阴间 这几个美伤雷区你一定不知道 尤其是最后一个 我们先来理解一下什么是所谓的假面感 是不是整张脸给人感觉就像是一张面具一样 漂浮在头骨之上 在做表情的时候 没有办法通过很生动的微表情来传递情绪 看起来就有些僵硬 就是所谓的假面感 那这种情况多数出现在什么类型的项目上面 就是填充了 脱离了人种的填充 由于东西方人种的差异 亚洲人的颧骨发育普遍是前进的 而西方人的颧骨发育相比亚洲人 它是后退的 亚洲人正面看是稍显扁平的 那就立体度上来说没有西方人那么高 所以西方人的填充空间就比亚洲人的要大 那本身骨像就很扁平的亚洲人 还有很多人喜欢往颧骨 也就是我们苹果机的地方做加法 那这么做只会显得你整张脸更加平更加浮丧 所以看起来就很假 会度的有假面感的第二个情况 就是忽略了骨头的逻辑乱做加法 我们来看两张图 你能够找到这两张图的区别吗 找到区别的小伙伴的弹幕告诉我 你其实也不难发现 图一原生脸的时候 眼下的区域和苹果肌的位置 是有一块微微凹陷的过渡区的 那到了图二的时候 你就发现这个区域消失了 这个区一旦消失 你发现非但没有抬高苹果肌的位置 显得你变年轻了 反而拉长了面中部 显得更肿更老了 泪沟和眼带呢 确实是很显年龄的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你思路不对 把这个地方抹掉的话 那只会抬高你的眼位 进而呢就是你的面中部被拉长 显得假面感很强 而且还很显老 想要达到不假的效果 你在选择材料和术式上面 就尤为重要 那传统的填充材料 无非就两种 第一个呢就是玻尿酸 我本人一个眼底填了N字 而且踩了N字的资深选手 真的是用我的血和泪 给大家总结出了一份避坑指南 那我第一次填年轻的时候 你知道多大吗 17岁 在那个黑衣梅很盛险的年代 我的第一次在一个 没假店 虽然说最后没有给我的脸打歪 但是长达5年的时间 我的脸上就会有一个 非常难看的凸起 直到前年 我才去给它溶解掉 还好是能够溶解掉的 为什么会翻车呢 第一就是材料选错了 第二就是给我打针的那个人 他压根就不知道 什么叫做皮肤的分层注射 正规的注射流程啊 是骨膜注射加缓慢推进 加按压塑型 最后是避免于性 我的注射流程是插入拔出 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玻尿酸 它其实和粉底一样 它是有区别的 正规的玻尿酸品牌呢 都会有一个大分子 中分子和小分子的区别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 砖头水泥和镊子 大块的硬的 需要支撑的地方 就需要大分子的玻尿酸 像一个砖头一样 给它作为地基顶住 因为它够大够硬 所以它的精细化操作空间 就没有那么多 一般呢 它是紧贴着我们骨头的 深深的埋在我们最深的层次 用来弥补因为骨量流失 而造成了塌陷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补骨 需要支撑 但是又需要灵活运动的地方 一般呢 用中分子来做过渡 因为它既没有大分子 那么坚强粗糙 也没有小分子 那么软肉不利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补肉 所以一般它注射的层次 就会高于大分子 最后呢 才是浅层的凹陷 眼底 眼周 嘴唇 这些皮肤又浅又薄的地方 才能够去用这些 小分子的玻尿酸 它的作用呢 是补充光泽度 一般先用大分子 去填充骨量的缺失 让外层的组织先撑起来 再用中分子去替补脂肪 让面中部风凝起来 最后最后才用细小的小分子 来做最后的装修 我当年吃亏就吃亏 但没有人告诉我这个道理 那我就用砖头 去代替了膩子的部分 最后在我脸上呈起来 就是叙利亚装修 那第二种填充材料脂肪呢 就更不好操控了 其实脂肪从人体取出来之后呢 就是在模仿玻尿酸的状态 进行填充 那脂肪被取出来之后呢 会被放在离心机里面 离心成脂肪团 脂肪力 还有脂肪胶 那很多人单凭肉眼 真的很难分辨出 哪部分是脂肪团 哪部分是脂肪力 哪部分是脂肪胶 所以填充的效果 大概率就是 脂肪在人体里面呢 是不能被生物降解的 很多人填脂肪 它是想一劳永逸 但其实都是一失足成千苦恨 这玩意真的很难取出来 想变美无可厚非 但功课必不可少 我是想好 关注我一气不脑